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 不仅仅是中东局势 差点中美交火 差点中美开战了 怎么一回事 节目下半段咱们细细到来 先看一看以色列最近的动向 以色列现在是宣称 战争已经是进入到了第二阶段 并且还会是一个艰难且长期的战斗 以色列的内塔尼尔胡在电视中说 将会有更多的以色列地面部队 进入他所称的邪恶据点及加沙地带 并表示以军指挥官已经部署 在整个加沙地带 你看看之前还没有大举进攻的时候 那是大概30万的地面部队 整个带战磨刀祸祸 现在以色列对于哈马斯的打击 他最后的顾忌应该就是 那些被掳走的人质 内塔尼尔胡还会见了 被哈马斯扣留的那些人质 他们的家属去会见了 家属对加沙地在越演越烈的袭击 很担心 但是内塔尼尔胡说解救人质 是军方作战核心目标的一部分 说是这么一说 但是子弹不长眼 真正打红眼了 人质是否安全呢 这里还另外一说 现在以色列再次在加沙地区上面 不断的去撒船端 警告当地居民 你现在这个区域是战场了 你们继续得往南移 继续得往南撤 我对此的观点 像加沙地区人口特别稠密 有200多万人 加沙地在他的地方特别的狭小 你再压缩压缩 让他们往南移往南移 南部又能够容纳多少人 就是说李四列 你是不是不要让他们往南走 而是在加沙地在附近 边境 修建大规模的难民营 或者说是居民区 你们加沙的人民不用往南挤 过来难民营 这边有水有食物有学校 有医院 有儿童那些游乐设施 这是我所希望看到的 而且美国也援助不少钱 这些钱如果说都用在民生领域 这是能够解决问题的 关于加沙难民的问题 关于这场战争 很多人都在劝架 其实问题说简单一点 就是别人打架 你能不能劝得住 这是什么呀 这是联合国针对于巴以冲突 在投票 是不是要让他们停手 你看这里绿色部分 全部都是投赞成票 支持停火 你们别打了 然后那些投反对票的 都是红色的 在这里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 大部分都是绿色 小部分的是红色 虽然说联合国在投票 我个人认为没卵用 真的没卵用 张家村和李家屯 咱们可以继续来续写这么一个故事 这两个村张三李四 他们都战死了 他们的儿子孙子 持续的在仇杀 持续的在打架 我老王家 我贩卖军火 我贩卖鸡蛋母鸡 然后我从中宝富囊 我赚的很多 这个时候十里八村的 什么老朱家老赵家 都在劝 别打了 别打了 你劝有用吗 你看到别人打架 虽然说劝架的多 但是真正能劝出架的 没有几个 这道理很简单 不用费力去讨论国家大事 逻辑很简单 不仅这个战争停不下来 而且美国还是加大了对以色列的援助 这张图也是网友给我截图 这是50个美国的军机航班 这是大手笔运输机 全部都在往以色列去运送物资 这就让我想到了当初的洛曼底登陆 洛曼底登陆是大西洋 在法国的海岸那边开始登陆 现在是中东地区地中海洋 美国的飞机运输物资 也在大规模的援助 这是干嘛 这是准备打一场大战 内塔尼亚胡都说了 战争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了 美国的运输机 源源不断的运送物资 4000名海军陆战队 然后101空降师 再加上轰炸叙利亚的距离 然后北部黎巴嫩 这都被卷进来了 这战争是准备要扩大了 真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 这不是在开玩笑了 战争的规模真的是要扩大了 那你要说这个战火 紧紧停留在中东地区吗 对中国人没有影响吗 是 如果说是在中东地区打仗的话 中国呢 他受到的影响比较少 顶多就是打一个代理人战争 中国给伊朗支持 俄罗斯给叙利亚支持 这是一个代理人战争 但是这个战火你不知道哪一天就烧到中国这边来了 就在前几天呀 在南海地区 中国跟美国就是差一点点就干起来了 美国的印太司令部26号表示 一架中国战斗机差点在南中国海上空 与一架美国的B-52轰炸机相撞 险些尿证事故仅一步之遥 24日夜间 一架中国战斗机试图拦截美国的飞机 这名中国飞行员在驾驶机11喷气机时 表现出了比较糟糕的飞行技术 它以失控的超高速度在距离B-52轰炸机 仅10英尺 大概也就是在3米左右 这么近的距离贴脸飞行 使两架飞机面临相撞的危险 这个地方是发生的南中国海 南中国海你要是看中国的地图 那是一个被九段线给包裹住的这么一片海域 以前我看那个九段线的地图 现在是十段线了 我现在就想 这整个南中国海都是属于中国的海域 旁边越南在南部的菲律宾 怎么他们的海域就被压缩在本土附近 怎么中国的海域就可以延伸到他们的国家附近 这点我就不明白 现在咱们站在一个国际的视角去看问题 所谓九段线内南中国海的这么一个领域 那是自说自话 你中国说这片海域是中国海 但是别的国家不买账 人家美国的飞机就可以在上面去飞来飞去 你不服你就来撞我 因为从2021年以来 中美两国之间发生了180多次不安全 不专业和其他的行为 这是180多次 这什么意思 你可不可以理解为美国的飞机 美国的军舰也是不断的穿梭 所谓的南中国海呢 那有句话是犯我中华者虽远避诸 这都不是虽远避诸了 已经是在南中国海了 中国的官方说这是我自己的领海了 但是人家美国的航母 美国的飞机不断的出现在南中国海 你就不敢打 只能够说是危险的摩擦 光上一周一个星期 中国的飞机对美国的飞机啊 做出一些比较危险的邪迫性行为就有15起 那你想想前几天中国的G11跟美国的B52贴脸飞行 就三米一碰那就是击毁人亡 虽然说美国的B52红炸机它更加的先进 但是在这么高的速度下去飞行的话 只要一碰撞那就是击毁人亡 那到时候要不要扯皮 要不要打仗 如果说两国的飞机撞了 最好最好的结果就是各自认灾 你中国也损失飞机了我美国我也损失飞机了 在外交层面就斡旋一下 双方能不能平行怒火都死人了都有损失 这是最好的结果 但是就怕一方不克制 那么美国我B52红炸机 我逼你的这个G11值钱 你得赔我多少钱 你不赔钱的话 那我就在台湾海峡 我再搞点事情 前一段时间是你中国的93核舰艇 是自己被铁链给勾住了 下一次可能还会再出现类似事情 那如果说双方都不克制的话 在台湾海峡地区有可能会掀起 第三战场还是第四战场 你从三战角度来说的话 这个战场已经不是第二个第三个了 可能是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了 你属一属现在地域上真的打仗的国家有几个 而且现在你得看看中国的政局 现在跟几年前就不一样了 几年前那是洗礼搭台唱戏 就是一唱一和嘛 那个时候的李克强好歹也是一个国务院总理 就是还没有真正形成习式独裁 但是现在呢 李克强前几天暴毙 然后李强很显然他只是一个空架子 现在你就关注时政新闻 所谓什么国务院总理李强 这个出现的频率都非常的少 以前在洗礼搭台时代 动不动先播报习近平的新闻 紧接着呢播报一个李克强的新闻 现在呢你看李强的新闻 他出现的频率大大减少 这说明李强他也是被边缘化的 那么一个西施独裁我自己拍板 那么在面对将要爆发战争的时候 这就非常容易克制不住 如果中国跟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 或者说是在南中国海地区真正交手的话 那么可以这么说吧 这个三战可以说就爆发了 但是这个国际新闻媒体可能不会这么去说 有些时候是需要交给后人来定性的 好吧 今天这期节目就先说这么多 感谢大家咱们下期节目再见